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但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值得你花费心思争个输赢 不甘放下的 往往不是值得珍惜的 苦苦追逐的 往往不是生命需要 心境平静无栏 万物自然得硬 心灵晋急而定 刹那便是永恒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对他哭 他也对你哭 如果你对他笑 他同样也会对你露出笑容 有人说 人生数十载 七分苦 三分甜 网上有句话流传盛广 心态好的人 一辈子都好 的确如此 人生在世 过日子靠的就是那一份好心态 很多时候 笑一笑 你就会发现忧虑困扰 其实不过如此 正如赛妙儿所说 世界如一面镜子 皱眉是之 他也皱眉看你 笑着对他 他也笑着看你 烦恼三千事 一笑解千愁 零一 都人生吃亏时 坦然一笑 人生在世 不如一时之八九 柴米油盐的琐碎 勾心斗角的职场 两面三刀的朋友 每天在这样的生活里 难免遇到让自己吃亏的事情 于是 有些人在斤斤计较中变得郁郁寡欢 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焦虑 失眠成了常态 杨将先生说过 事态人情 可做书读 可当戏看 人生没有完美可言 有时候吃点小亏 反而是好事 若太在乎得失 到头来必然一无所得 曾有这样一则成语故事 叫做楚王遗宫 春秋时 楚王行列 失落了一张名贵的宫 众人四下寻觅 却一无所获 侍卫长忧据万分 狐行回报 想不到楚王仰天而笑 挥手说 楚王遗宫 楚人得知 皆无包无名 不必找了 孔子听了此事 楷探楚王的心胸还是不够大 人已知 人得知 何必处也 话罢 无人不佩服孔子的豁达 吃亏后还能坦然一笑的人 才是真正有气量之人 他们懂得为自己点亮一盏心灯 既然吃亏是福 就不怕人送福给我 坦然一笑 欣然接受就好 正所谓心大才能容万事 乐观才能少烦恼 常言道 吃亏是福 既然是福 坦然一笑 欣然接受就好 所谓有舍才有得 吃过的亏都是在为自己积载运气 终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方式补偿回来 吃亏处 减一点财 就少一份灾难的危险 损益分利 就增一份意想不到的福报 佛经有云 心包太虚 量舟杀戒 做人量大福大 吃亏时笑笑就好 不要总觉得是别人亏欠了自己 所谓占便宜时失机遇 吃得亏时自有福 其实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怎么对它 它就怎么回报你 人生本就是自负盈亏 不必耿耿于怀 诸多计较 吃亏时 坦然一笑 笑出了心胸 笑出了洒脱 人这一辈子 唯有学会积极乐观 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 才能风平浪静 自在舒心 零二 都被人误解时 微微一笑 人生在世 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被人误解 若一味斤斤计较 只会让自己备受折磨 与其浪费口舌解释 倒不如一笑而过 微笑 并不是懦弱 而是无声的反驳 因为 时间能澄清一切 有道 是非屈指苦难辩 自有日月道分明 懂你的人 不必解释 不懂你的人 解释那么多也没用 朋友在吃饭时遇到这么一件事 隔壁饭桌妈妈去了卫生间 孩子摔下凳子 哇哇大哭 他忙去扶起 却不巧被妈妈看见 误以为是他欺负了孩子 便过口大骂 朋友微微一笑 继续回到座位吃饭 周围的顾客看不下去 告知了缘由 纷纷指责女人蛮横无理 最后 女人自知里窥带着孩子走了 人品正的人 不怕被误解 心胸坦荡的人 不必争辩 人世间 有些事 无需在意 笑笑即可 看开一点 洒脱一点 这是一种修养 也是一种境界 被人误解时 淡然一笑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白衣热灰土 只需心如故 岁月是条长河 每个人都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才能最终达到彼岸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迎难而上 迎风而驰 再多的苦难都能咬牙坚持 唯有被人误解时 会感到心痛委屈 辛苦得不到认可 隐忍患不来理解 一天真心不被接纳 默默付出没有成果 时间一长 谁都受不了 但佛经有言 物随心转 尽由心造 烦恼激由心生 当你不把委屈当委屈 委屈也就不委屈了 凡事淡然一笑 便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很久之前 有一位禅师 他曾独自在山洞中修行十年 回到寺院后 依旧每夜到殿内打坐面经 有一天 佛像面前的功德香突然钱财尽失 禅师无疑成了众人怀疑的对象 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类的事情 而且大殿每夜都只有禅师一人前去 于是禅师偷钱的是传遍了寺院上下 但面对闲言碎语 禅师只是淡然一笑 他既没有站出来喊晕教区 也没有半点委屈之意 而是与平时一样 每天都按时吃饭打坐 终于在七天后 住持揭开了谜底 原来功德款根本没有多诗 不过是住持在考验禅师 想知道他在山洞中住的十年 修炼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人生在世 受点委屈又如何 格局就是被委屈称大的 正如寺院那傅迎联所言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笑世间可笑之人 被人误解时 微微一笑 这既是一种格局 又是一种修养 委屈来了你就笑笑 我自窥然不动 烦恼无可奈何 03都遭遇不顺时 泰然一笑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顺风顺水一辈子 当遭遇不顺心的时候 可以做到处遍不惊的人 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他们不发目 不埋怨 总是以一颗坚强的内心 从容以对 就像晚清两代帝师翁童和所言 自古以来贤胜之人 越是遇到惊天动地的大事 显示 越能心静如水 处遍不惊 这是一种气度 更是一种修为 记得在2018年 河北一个贫困乡村里 有一位叫王欣怡的女孩 自幼家境贫困 当他在自己的作文感受贫穷里 谈起命运的不公时 没有丝毫的自怨自意 反而感谢生活的馈赠 正是贫穷让他学会了坚强 苦慢给了他成长 最终这样一个乐观的孩子 高考取得了707分的成绩 被北大中文系录取 在战胜生活的同时 实现了人生逆转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在世 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只要乐观已对 就没有约不过的高山 若能笑迎及风咒语 又岂会在乎一时输赢 因此 学着看开一点 人活一世 还是快乐最重要 余生不长 别和自己过不去 凡是一笑而过 时间自有答案 请不吝点赞 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识订阅 也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